這修閒盒會不會很強 Yeah 我來就贏了 我來就贏了 他跟大家稍微的介紹這個NVIDIA Refresh 之前有稍微提到過啦 等一下再調給大家看 他有一個低延遲加速模式 很猛的 先看一個下影片 跟大家講開這個的優勢大概在哪裡 我們也不看太多 就是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開了這個Refresh 你的延遲會變得很比較低 有沒有 你的整個延遲啊 甚至是殘硬會比較少 你懂嗎 尤其是你看 你在360Face的時候 你的殘硬是最少的 所以你一定要開這個 這個低延遲而且要加速 在這個時候你就比較有優勢啊 你看 你這個探頭者優勢喔 會減少你的那個探頭的優勢 因為他雖然看得到你 但因為你的處理速度比較快 所以你也會看得到他 有沒有 如果延遲太太久的話 探頭者就會比較先看到你 可是你延遲低的話 你們兩個其實是差不多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一定要有這個低延遲模式 可以讓你在遊戲之中 可以有比較公平 除非對面也有開這個啦 如果對面 沒有遇見我這麼好的實況主 教他怎麼把這個啟動的話 那他可能就會變得有點不公 但也還好 這是你的優勢 對不對 就是要來這個進到我們遊戲裡面 然後啟動這個開啟這個左上角的齒輪 然後影像 然後進階影像 這裡有三個 選第二個進階影像 這下面 這個啟動加速 然後你還看到 這個下面有個平均PCS這個 這個只有17多 偶爾大概在17 18到20 然後如果我現在把它關起來的話 他應該會大概 來看看 如果現在其實停用 我應該會降到多少 要到33 所以這就有差距啦 然後他會飄到33 他那個延遲會比較 不固定 然後我現在再把它打開 起用再加速 他就比較穩 你看到14 13 就是會比較低一點 如果你沒有開的話呢 他就會在可能會有時候33 有時候會降下來 就是因為他 不夠 不夠穩啦 通常這個要穩一點 他才比較不會有那個 差距 好 我倆會認真打一把 然後我會開跟關 你們再注意一下右上角的延遲 他就是會有一些差距啦 他有可能 關的時候他可能快要30幾 然後之後 你開的話他可能會比較穩 現在是起用的狀態啦 我們先看一下他大概在多少 然後就大概在16 18左右 我們等一下會不會打個兩攤把再關起來 這休閒可不可以很強 我要 我覺得 他不是換上你 Sharing Humans 能享受 一步 一步 我來就贏了 我來就贏了 T90走射箔 有沒有 那個延遲大概13 14 15 大概在這幾個這裡挑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關掉 交叉持一下 剛剛是啟動了 我們現在可以停用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NVIDIA Refresh的第一延遲 關閉 現在到33 而且我覺得畫面超卡 它大概會在17以上 它就比較不會掉到17以下 然後有時候會很飄 飄到30幾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還是有差 還是會有點差距 而且最主要是關的會比較卡 我自己螢幕這樣看起來會比較卡一點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開那個的話 畫面比較滑順 比較順 關起來之後會覺得有一點 好像有一點 掉針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FPS 例如說 我可能 上面顯示是150幾 然後它可能顯示 搞不好是120 如果你的顯卡 是在GTX900以上的顯卡 都可以開喔 你可以自己去檢查一下你的顯卡 900以上的顯卡都能開啟的 這本NVIDIA REPRESENT 差一點 這就是NVIDIA 所以有時候飄到30幾 畫面東西多的時候 它就會跳到30幾 你看有一顆煙它就跳到30幾 所以一定要開那個DN池加加速 它就是會讓你的效能更好 然後更穩定 它可以激發出你電腦的效能 記得一定要開 你買的顯卡忘記開也是 就等於說你買那個顯卡 用不到它100%的效能 我怕打A 怎麼那麼大 我等一下再打開一次就知道 你看它長數在大概20數左右 有 對不對 就是一定要開喔 現在再把它打開 有點小盾啦 就是一定要開這個 影像進天設定 然後這個NVIDIA RefreshDNC這裡 然後啟用加速這樣 開了就比較滑 真的比較滑 真的有差 如果你加點顯卡是可以開啟這個的 你可以自己交叉測試看看 一般啟用跟啟用加速差多少 你可以再測試啊 我如果是只有用啟用的話 啟用的話好像在20 20出大概1816到20 就是它不會掉到20 不會掉到16以下 可是如果你用啟用再加速可以 剛看有13、14的 然後它還有這個新的NVIDIA 他們有整合他們的App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來玩這個NVIDIA APP 它就是把一些東西OBS什麼都整合進來了 所以就不用以前 你還要去找那個NVIDIA控制面板 跟那個它的驅動程式 可是它現在這個應該就是把兩個都合起來 所以就會比較方便 然後你看它也是 它也是有CS 可以直接開 或是你可以直接在這邊設定 設定一些它什麼 垂直同步啊等等的 它都可以在這邊直接設定 然後這個應該不用我教了吧 這教很多次了 就是記得記得把裡面這個垂直同步關掉 一定要關 因為我剛剛用在電腦的時候沒有關 所以我剛剛有關起來 記得記得這個一定要關 什麼都可以沒用到啊 就是這個垂直同步一定要給它關閉 這樣你的FPS跟畫面就會變得很流暢 才不會說 欸阿賢我買的這個ROTEC 4070 Super的顯卡 怎麼好像沒有那麼流暢呢 那就是因為你忘記關了這個垂直同步 這每次我介紹顯卡嘛 介紹那個都會那個 跟大家那個提醒 就是這個一定要關 絕對絕對絕對要關 一定要 因為這個沒有關 你再怎麼用 也就是就是這樣 它就是不會這麼的流暢 所以這個NVIDIA APP 好不好 它已經整合在一起了 大家可以下來下來 它這樣子會比較方便 然後你可以 它裡面就可以有內建那種錄影 對不對 有些人像現在自媒體嘛 那短影片嘛 對不對 錄一個你那個Pentacle的五殺的影片 然後放到你的YT啊 大家逛到那個FB上面 然後人家就可以看有沒有 現在很流行 那就是有比較方便的那個 可以錄影的系統 錄影的程式 都可以直接在一個NVIDIA APP裡面找得到 最後的最後我再跟大家再講一次 這個最重要的NVIDIA Refresh低延遲 這個很重要 這個這個真的很重要 這個是你使用N卡 NVIDIA顯卡一定要的 然後我今天用的是NVIDIA的那個 ROTEC的4070 Super 好不好 然後主機的連結 我們這個 丁選這裡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你可以點進去連結裡面看 那這個NVIDIA的那個算是AI 這個RTX 它可以在這邊有點像是 問問題嘛 就是大家知道嘛 AI嘛 就是可以問他一些問題 它就可以回答你 大家可以來使用看看 你要查 例如說這個獅子王動畫裡面 有多少動物 它可能就會回答你 雖然說是英文 但是我可以自己翻譯一下 有很多動物 包含沒有具體生命的數量 當然 主要是 班馬等 你看它就會回答你一些問題 因為它是新的 它可能還沒有中文 所以大家可以去試玩看看 那個CHATRTX 好不好 大家可以網上看看